告訴我們說媽媽狀況很不好 那希望我們可以說 就放心急救 王先生邊講邊咳 談到71歲的母親 因為新冠肺炎逝世 指控醫院沒有妥善治療 而目前他們一家人 全部確診 已經住進檢疫所隔離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是從哪裡去感染到的 王先生一家六口住在新北永和 從5月22號開始 父母先咳嗽 接著自己和老婆小孩 開始像嗜睡、發燒、咳嗽等症狀 但兒子去到診所 醫師判定為扁桃先發炎 直到28號下午 母親開始呼吸急促 甚至會說夢話 緊急叫救護車送醫 王先生不了解 醫院用藥治療確診者 卻說要等中央指示 母親等不到藥 最後只能請非同住的妹妹 趕到醫院 用視訊電話 在交互病房外 一家人隔空送別母親 不是說通則 就是要到了這個臨終之前 就是都不能急救 這個不是指揮中心 或任何一個醫院 例行的一個規定 指揮中心澄清 並沒有針對特定患者 臨終前不急救 如果血氧降低 會用鼻氧管面罩來維持 插管的話 以呼吸器或腹握位置 來恢復公癢 另外像瑞德西韋 類固醇 單株抗體 抗擰血劑等 也都會依病患狀況來提供 因為民眾可能不會發現自己缺氧 但一有狀況 陽氣濃度過低時 就會很快進展到重症 急救也很難救的回來 事實上當醫療量能不足時 去年美國義大利 就有過臨床醫師選擇 該救哪些病患 指揮中心說 目前台灣量能還足夠 並不會進展到那種階段 TVBS新聞亮男 洪俊瑋台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